大家好,我是老韩 今天咱们来给大家解析一个话题 就是利用书上的这些知识来制作视频 以往我们比较关注 更多的是视频的文案和话题 这两个方面对于视频流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么对于视频画面和文案的相关性 这个其实影响的就是视频的质量 也就是我们说的内容单价 那这两个方面其实就决定了你的账号 能不能获取比较高的收益 那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去说的 就是如何去解决第一个问题 如何去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视频文案的来源 这里提到了一个来源 叫做书上的这些文案 书上的这些知识 那像这些内容相对来说 在自媒体这个行业里边 其实目前为止还是有一些创作者在使用的 这些创作者目前用到的这些素材 这些文案大多数都是从书上找来的 而且修改的痕迹很少 可以很负责任的给大家说 就是基本上整个文案用下来之后 能够修改的地方不超过5% 大多数也就是修改个开头或者是结尾 这个就是非常普遍存在的现象 当然这些创作者当中 有相当一大部分人其实做的不是视频 是文字性的内容 就是把书上的文字发到自媒体平台上 还是发文字这种内容 那么像这些内容有文章的形式 也就是我们传统的说的图文这种形式 还有这种短动态的形式 各种都有 当然不同的内容 它的单价是不一样的 发文章的话 这个单价系数是比较低的 一般是正常单价系数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这个应该说是比较低的 那么动态的形式相对来说 它本身自己单价就比较低 所以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即使说它的流量很高 但是和视频相对比的话 流量其实整体上也没有显得那么高 那么视频领域这么去做的人 还是比较少的 因为大家其实都是图省事 大家做内容更多的 就是说我把这个复制过来 稍微改几个字 然后发出去就能赚钱 很少有人愿意说 我把它拿过来之后 稍微改改 然后再做成视频 再怎么进行修改 再发出去 这个过程就感觉有一点复杂了 很多人其实他是接受不了的 从这个角度讲 这个就是一些新手 普通人 大家能够去把握的一些机会 就是我们把这些文案脚本拿过来之后 稍微修改的过程 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一些书面语的内容给它删掉 然后加上自己的讲解 给它进行一个过渡 有一些书上的这个文案 它是没有这种过渡的 或者我们用到的文案 大多数都是来自于 什么类型的书上的 这个一般就是一些传记类的 故事类的这些书籍 像这些的话 它的文案用起来是非常好用的 因为讲的更多的 突出的是内容的趣味性 以及内容的整体的起程转折 这样的一个特点 所以它和视频内容的诉求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一定要以吸引用户 把这个视频看完为主 在这一点上来讲它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些文案用起来 你会感觉非常好用 基本上不用怎么修改 当然我们更多的修改的 就是一些开头和结尾的部分 在自媒体平台上 开头和结尾呢 更多的需要去琢磨一点 就是大家呢 一定是要利用这个时间 去留存用户的 结尾的地方呢 就是要和用户产生共鸣 进行互动的 当然开头呢 是最重要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啊 大家把这个文案拿过来利用之后 制作成视频 这个视频本身的流量呢 就会比较好 因为书上的这些内容 大家去找的话 肯定不是说随便找一个普通的故事 然后拿过来就用了 也不可能说 只是随便的找一些这个敏感的话题 大多数啊 找的是一些故事性比较强 趣味性比较强的这些内容 这个呢 其实就能解决我们所说的 自媒体流量思想素当中 话题这一点 那同时呢 它本身自带优质的文案 我们再去搭配视频画面 这里用到的视频画面 大家一定要记住 是必须和你的视频内容相关的 这个呢 关联性一定要非常强 当然大家没有必要说 非得加入一定的这个特效 转场等等 各种各样的这种技巧型的创作方式 你只需要把这些片段呢 放到一起 哪怕最简单的这种转场 入场等等 这些特效呢 都不加 就简单的视频片段放到一起 就已经足够满足这个要求了 也就是只要和内容相互关联 这个视频质量就是满足要求的 那有一个满足要求视频质量 就代表着能够有一个正常的单价 加上这些话题自带流量 那肯定这些视频的收益呢 都是没问题的 目前这么做视频的人呢 其实还是比较少的 更多的是呢 一些团队运营的在做这样的事情 个人创作者 还是很少有人去看到这样的机会 当然呢 也有人在做 但是对于新手来说 大家的问题其实还是比较突出的 就是大家问题呢 并不是说我该做什么样的内容 我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做 或者呢 我怎么用书上的知识 书上的文案去做视频 或者等等其他各种问题 大家的问题呢 一般都是说 我发了三个视频 为什么我收益不超过一千块钱 为什么这个视频它不成为爆款 它的流量为什么那么低 大多数新手呢 还是停留在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的人呢 是永远赚不到钱的 因为说白了啊 其实就是一种非入门的状态 你看不到这个行业是什么样的 不会了解平台规则是什么样的 就连大家自己都没有心心往后走 那这个就不用说什么方法问题了 而且很多新手呢 它基本上啊 方法也不正确 大家都是想当然的想一个方法 想个内容呢 就想着去做 其实很多都是不可行的 真正可行的方法 必须是在你了解这个行业之后 再去进行决定的 而不是说在此之前 大家想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点子 就觉得这么做很好 有的人说 我利用自媒体随便拍个视频 然后就拍个这个生活状态 或者露一个生活的画面 像这种生活中的片段 可能某一件事是比较稀奇的 没人经历过的 那这个可能呢 就比较吸引人 就以此为基础 就想做一个这样的账号 这种呢 就属于是有点一响天开了啊 我们生活当中 稀奇的事情很多 大部分人呢 是没有办法 一辈子都过稀奇的事情的 你只靠一件小事 去定义一个行业 一个领域 这里边呢 肯定是做不好的 所以还是那句话 想要长期在自媒体 这个行业里边做少一点 小聪明 一定要踏实一点 全下心来呢 去做内容 方法什么呢 其实都好说 更多的就是心态 对于新手来说 如果心态摆不正呢 永远也做不好 好了 今天呢 就给大家聊到这儿 课程就在视频的下方 感谢大家点赞关注 转发支持 咱们下期 请不吝点赞关注